真人真慈 我早幾天前 有個相當有實力的朋友 他跟我說沒有了八位數字 在二月份到現在 那個不是他的房子沒有了八位數字 他以為那個市場跌了都差不多了 他是一些專門買星的人 我就覺得 金融的東西其實你一輩子都學不完 也可以很邪門 當你以為市場跌了五六八點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期指 你可以去做options 我這個朋友是沒有了八位數字 後來斬了很多槍 是槓桿的那些部位 我就覺得他都有實力 當然你沒有了一個八位數字的人 他是一個我相信他身家是一個中九位數字的港幣的朋友 但是 我就覺得 老實說 今次這個大跌當然有很多人說 是一些所謂高頻交易的一些程式賣盤 去加速了那個鐵幅 而去到現在 道瓊斯指數曾經是兩萬點 以下 去到現在又去到兩萬二 兩萬三的時候 去到四月的這一刻 我們從四月到六月 我們怎樣去繼續走下去 我沒有一個水晶球 我只要告訴大家 如果不在高頻交易的世界 通常 舊市二十多年前 我們操盤 有四個月我們不用怎樣做事 在說 五六七八月份 sell and make walk away 大家可能聽過這些 sell and make walk away 做到四月之後 五六七八 剩的那些月份 還在舊那個九十年代世界 我們將會做些甚麼 就是用衍生工具 去roll一些contract 就是找一些 股票 它的波幅性是比較大的 我們是利用其權的特性 去修飾的 我們做一個方法 叫做鐵圖鷹 Iron condo 實質的做法 我說那個原理 但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功課 有一隻證股 你可能你write call 再long 高一點行使價格的call sell the put 然後long 低一點行使價格的put 形成了一個 好像陶鷹 condor 這樣的方法 這個是說五六七八月份的時候 因為 去到四月份 通常 我們在北美洲 還在做操作的時候 都挺舒服的 那個pattern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都是很差不多 歐洲的人更加爽 五月六月份開始放假 在瑞士 舊市 即是我做的那間 對沖基金公司 有很多在瑞士 倫敦那裏上班 那些歐洲人放假是五六七八 特別的價格是多於我們在北美洲 北美洲說有二十幾日假 一年有二十二日 很厲害的 他們可以整個多月 不知道為什麼 長話短說 現在的世界不同了 我們在說 在這次所謂的金融大崩跌 除了是因為真是COVID-19 中文我都叫做武漢肺炎 也來自中國 擴散到全世界 而北京也做過一個很沒面 很正的事情 就是現在我送一些口罩給大家 包括一些劣質的口罩 現在有很多就停在倉上 在澳洲那裏都不敢用 劣質口罩 那一會兒我有些話說 那Anyway 就是在現在 我剛才說了 有個朋友是沒有了整 八位數字 港幣計 那當然是不開心 就是當他是一個 九位數字 中九位數字 身家的人沒有了八位數字 那為什麼會做到這樣呢 就是第一 情緒操控 二學難精 那情緒操控是在說什麼 你會突然間 會想到 Big bets Big bets 就是你大駐馬 就變成Wrong bets Big bets become wrong bets 很多時候 就是在一些很急速 很volatile 我們叫做很波幅大的時候 A cloud judgment 令到你的決定 是不得清晰 那 講到說 有句話 就是那些散戶 都可能聽過 細細豬大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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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聲 嘗到趴在那裡的時候 就不說 第一 怕老婆罵 怕女朋友罵 第三 如果好像 我 那個 朋友這樣說 真的是 因為他是九位數字的 身家的朋友 英文叫做 Take it philosophically 很哲理性地去想 怎樣去 承受這件事 是吧 但是 普通人 大部分人 老實說 不是一個八位數字的 liquid net worth 我相信 如果你在 去年 年底的時候 你在 某些屋苑 有一間千多呎的屋 你都是一個八位數字身家的人 去到千多萬 千多呎就是千多萬 或者是二千多萬 你可能有 但是你在 想想 香港的社會 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是什麼呢 面對的是 一個群族 一個群體 被取代 被取代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們是忙於去 想著 怎樣去打這場 Pandemic 這場大流行 我們沒有想到 背後還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包括 政府 這個 叫做 限 四個人一起出街 你不知道它限多久 還有你會看到 有一些群體 在這個 Pandemic之下 它 取代了一種人 取代了一些群體 包括做金融的那些 其實有很多 基金 是需要倒閉的 什麼叫做倒閉呢 我們說做 Hedge Fund 你會看到 數據會越來越多 因為第一季已經完結了 當如果一隻基金 你跌了三四成的時候 你已經是追不回的 你跌了四成 你要追回80% and up 很難 如果你說傳統的基金 是算什麼 算什麼 管理的資產 asset under management 跌了四成 然後 你會說 buy and hold 那個 story 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說 是 那個 對沖基金 基金經理 最主要是靠什麼 是靠獎勵費 你要回到原位 要升80% 已經難 因為你跌四成 要有八成 然後你再 你會極度困難 有一些 那些叫專業的行業 是會淘汰了 金融我覺得 第二季的衝擊 絕對很大 這個比起2008年雷曼海嘯 更加大 這個是我講的 因為通常那些數據 就是滯後的 很多東西 OK 你會見到 有些 Funds說 喂 我會有幾大的 Loss 因為在我們 未公佈 而在行裏面 聽到的 一些操作的人 那個Loss 那個Magnitude 是大得很厲害 在講 30% 40% 三四成 那 我們 舊市 這個世界 因為我不可以代表 所有 做絕對回報的操作者 說 程式買賣 如果由頂 去到 那個Drawdown 就是那個跌幅去到40% 由頂一路賺錢 那個幅度 跌到40% 程式是會自動 是斬了倉 就是 完全是不會再運作 那麼 有很多時候 不是你想 繼續操作 操作 有的東西是什麼 Redemption 就是一些熟回潮 包括大家可能 在早 10天之前 你聽到 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 橋水 Bridgewater 的CEO Ray Dalio 都說 他們 2020年 那個損耗 是一個 接近20%的損耗 不是開玩笑的 我聽到的 就是 三四成的 都已經有 我認識的 都已經 一隻手 我數到 可能數多幾天 兩隻手都數到 這個很重要 普通人是怎樣 普通人當然是傷 包括匯豐 我又想說 005 我就覺得這樣的 如果你說 香港人是要 去 因為 由於某一種 的情意結 是 喜歡去買 一隻的股票 我絕對不同意 因為我們覺得 如果特別是做 絕對回報操作 那些 你第一件事 就是你不會是 放在一個 asset class 一隻股票那裡 你是用一個 portfolio approach 即是資產配置的東西 那什麼叫 資產配置的東西 我當你有十球 美金好 港幣好 陰絲子好 日圓好 你會怎樣去 去打一場 即是說 你不知的賬 其實只有三種 很多人都容易明白的方法 那 傳統的基金 很多時候它要 Fully invest 即是說 它要買到股票那裡 Fully invest 或者是 它那個investment mandate 那個投資那個 Mandate 它說一定要 可能是90% 你要買下去的東西 不可以是sit cash 絕對回補基金 絕對回補基金 靈活很多 你可以是 100%sit cash 100%sit cash 可以拿著美金 那些叫做100%sit cash 第二件事 你當買了一個 你自己下了結論之下的 asset class 入了股票 你可能有 51%的機會你錯 即是說 它會買完之後你再跌 特別是你的量大的時候 更加是 你會是 用一個衍生工具的方法 那些叫做套 買證股 write a call 沽一個認購期權 拿一個日價 買一個out of the money put 買一個put 抖住那個倉 我們叫的 這個就是建倉的方法 建了倉之後 你要抖住那個倉 第三個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著 這些叫做強制主力股 分開入市 有些人說 喂 什麼分開 兩柱入 我也是不同意的 兩柱其實很快就到兩柱 買完之後 你再跌十幾% 就是兩柱 在這麼動盪的時刻 你想想 整個銀行的體系 它說要厲害 甚至你記不記得雷曼的時候 City Bank City Group 跌到變成一元的股票 那 後來還要 美國政府是挽救很多金融的公司 包括AIG 我們看到有些的sector 真的搞不定 會不會破產 我也不知道 就是Royal Carabine Cruise Line 或者叫 Royal Carabine 就是那個 郵輪的公司 百多元的股票 現在 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八十幾% 沒有了 在兩個月裏面 有一些行業的衝擊是很大 當然不要說 買咖啡的那間 在國內那間 和Starbucks鬥那間 我就不說了 那些叫做假數 另一件事 建倉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你選哪隻股票 最重要是資產配置 Asset Allocation 我相信暫時來說 有很多倉 你要補倉 你要補margin 那些 還在用什麼呢 在用美金 直到現在 美金依然是 全球最需要的 asset class 就是拿美金 不是金 那些人說 避險是要有金 不是你的樓 因為現在的人想買樓 都沒有liquidity 那美金始終是現在最多人要的 那個currency 那個currency是你的武器 那個貨幣 你的武器 現在是美金 暫時來說就是這樣 那 沉醉面對 就 不要做些事情太過 癲 就是 越是接近大使 越是容易失去理智 國安 一個人 抻見 正面 姑姑楊